我们来买一个增压花扇 来测试一下 看我有没有做电商的 电商 有没有做电商的潜质 OK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在用的花扇 我们现在是21楼 水牙非常的小 我去看一下 你看这水牙 就不行了那种 然后家人们 我们这块增压花扇 给你们搬上去 常务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我当场换啊 你们看我也不作弊 你看水牙 真的水流很小 水流很小 然后增压花扇 在上面这一笔 我靠一块翻车 来了来了来了 快干净 你们看 这效果 手都拿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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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 非常的增压 非常的增压 家人们 家人们 然后多档位可调 多档位可调 这个档位 这个档位是啥档位 这个档位它就变粗了 你看这个比较细 粗了 然后这加水器 夹压食器 非常的雾化 非常的加水器 后板上油总开关 你看 非常的人性化 然后你们肯定怀疑我作弊 我把它捅起来 然后你看上原始的水球 然后注意配合 小小小 你看我们原始的水球就这样 再对比一下这种穿透的话 你看这像我立竿见影了 OK 现在我们就把它拆开 看一下里边有什么 亏科技 有什么增压原理 走 它这个增压肯定是不会增压的 用脑子想都可以想明白 这里边除非有其他动力来远 或这边装个水泵 它有可能会增压 否则的话 没有这种理论依据 明白了吗 不过它这个手感是真不错 有种名车的感觉 不过以后油水够了 没准就不是这种手感了 因为它现在新的 没水够 前面还有一些橡胶的 这个东西 养药囊 养药囊 就是以后你不用了 你可以把它当养药囊用 然后直接拆 貌似徒手都可以 里边有故事 有这么一个绿芯 刚才我要把绿芯拿走的话 把它这个增加效果 对吧 有点凉性 有点凉性 现在感觉要对它刮目相看了 这部分的直接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它就是 它不是球形反 推形反 一推它就开关了 然后这一部分 这部分看起来 不是那么好徒手了 也可以 其实这个玩意儿都比较容易堵 一有水够的话 它就会把它给堵住 上面有非常微小的小孔 然后如果堵的话 在家里边的醋泡泡 或者是柠檬酸 有柠檬酸的话 用柠檬酸煮它一下 马上它就会通 爱心标志 爱心标志 然后主要看一下 它这个水流切换是个什么过程 它这还是比拉屎都简单的原理的 一共是两个水道 三个水道 分别是左右和左右同时 这个好理解吧 然后这边是有一颗玻璃珠 看一下玻璃珠 日常是这种形态 下面有个弹簧 它是可以堵住这个水道 这两个水道口 中间还有个槽 左边水道工作 同时工作 右边水道工作 这里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垫圈 是这样子的 这个位置还有个小垫圈 其实从设计上来说 还是有一些小妙东西在里边的 还不错 但是说你要说 它是个花洒还好 你要说它是增加花洒 那就扯扯扯 对明天应该是中秋节 明天应该是中秋节 9月29号 各位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品质高不高 不是小妹一个人说的算的 你们觉得好才是真的好的 对不对 物理增压原理 我不管你是住在一楼的 顶楼的 平房的 使用的是燃气 热水系太阳能 看过来 家里面开关给我调大 调大之后 只要向上喷射高度 能够达到一个基础水压 10厘米 10公分的 你就去给我下单 拿一个普通不增压花洒 给大家连接起来 先看一下效果 向上 跟喷打不高 向下 逼里达达 稀稀拉拉 这怎么行啊 来看清楚 给大家拿一块 我们家生涯花洒 随后开关 咱们全程不去触碰 在你视线范围之内 把它连接起来 看一下啊 天生三岛背 没有任何问题啊 来啊 我们小水流可以给大家秒变 大树流和郁血血 通通给大家安排上了 如果说靠右